官家 娘娘 官家到了 官家 总是写不好 我来写几个字 女记不是与写非白说 亦不是最适合你契运的字 我来写几个字 范先生当年在书院写下此篇时 我恰有幸亲眼看到 原来官家也喜欢此篇 范仲彦的文章我偏偏喜欢 会有二三人可及他文采 然而这份品性情怀浩然之气 事实无人能及 毛泽 想必你也听说过 先帝下诏 以重金购入产地交纸的战成道种子 此道从插秧之收获只需近百日 且耐寒耐浪 比起我朝从前贯种的江南水稻 既可早熟又省人力 一年可多二三分收成 听伯父爹爹讲过 大宗降服年间的大汉 多亏引了战成道 你可知如今这道种 在我朝北再度再赔 如今可一计两收了 真的 输月前才得的讯息 两年前本忠烟之苏州府 召集地方官与有经验的农家 是比往年提前欲扬插扬 在第一批即将收割之时 再与第二批扬扬 第一批收割之后 再将第二批插扬 今年终于成功一计双手了 此举大功于设计民生 范仲淹上百官图弹劾吕象 吕象惊怒 今日他以梁府之名 已经拟好了辩出 范仲淹的诏书 那官家必定 上月 召燕先生回京 任御事忠诚 昨日他刚刚到京 我便在尔音阁召见了他 一个多时辰 都是在聊范仲淹 官家与燕先生聊范仲淹 是燕先生替范仲淹禁言 想让官家不要贬出他吗 不过他没有说服我 我反而说服了他 不过我说服他之后 同他又聊了一个时辰 还是聊范仲淹 和他的诗文 讲 我无一事待古人 折官却得神仙境 自可悠悠乐名教 曾不息息调行影 讲 忧天下之心 心有关 如果您能起床